好机会 小姐 你来这儿做什么 那还用问吗 在这个鬼地方 我早就待不下去了 闪人 小姐 不可 你不能走 为什么呀 金金 你别废话 赶快去给我找个梯子来 梯 梯子 真没有梯子 没有梯子 你们这连个防火梯都没有 安全意识也太差了 算了 算了 我还是自己来吧 小姐 你不能走 真的不能走 小姐 小姐真的万万不亏啊 你之前可是独不出户的 连看见吓人打扫你都不敢看 这次怎么样自己翻墙逃走林啊 小姐 金金 你也太想看我了 想当年 我看房产中介的时候 那些住户常常都不给我留钥匙 都是让我自己翻进去 别说穿着平点行 我就是穿着恨天高 我也能翻出去 小姐 真的不行啊 小姐 小姐 你赶快下来吧 这也太高了 小姐 你还是赶快下来吧 金金请求救你了 给我 筐子 你这个筐子给我拿过来 小姐 小姐 你还是赶快下来吧 金金求救你了 走了算了 我自己来 你 这样 金金 金金 小姐 真的不行 你如果要走的话 老爷一定会打死我的 那你就打死你们 小姐 松手 小姐 你真的不能走 静歇 松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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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你千万别摔着呀 小姐 小姐 这么高 我怎么下去啊 小姐 别给这样子 小姐 一点宿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姐 小姐 你醒醒啊 小姐 你没事吧 小姐 快起来 小心点 刚刚塔二 只是不小心 从墙上跌落 并无大碍 有劳各位费心了 让公子见笑了 无论塔二做了什么可笑的事 都请公子不要介意 若是小姐 让未来的夫婿 看到如此景象 该如何是好 静心 还不快扶我回去 这 这女子 为何突然间盘入两人呢 小谭 刚刚可真的是吓死我了 你以后呀 你可万不能再做这种事情 你叫我什么 小谭 静心 你最近为何如此貌失 不仅 一点礼数都没有 静还纵着我 从墙上跌落 是 小姐教训的是 静心 以后不干了 老爷说让小姐一步前厅 见八王爷 去商议婚事 知道了 你去回父亲 就是我随后就来 是 劳烦八王爷亲自登门商谈婚事 下官实在惶苦 渠大人说笑了 再过几日 本王就要称您为岳父大人了 不敢不敢 王爷言重了 听说 你不敢 你不敢 小姐是庶主 王爷 如果建议想要退婚的话 父皇赐婚 本王当然不会退婚 这岂不是犯了 抗旨不遵的大罪 曲大人 这种玩笑开不得 是是是 回八王爷老爷夫人 二小姐到了 八王爷 八王爷 此刻要不要见见小女 本王十分感兴趣 嗯 唐儿 来 见过八王爷 来 早就听闻小姐知书实礼 本王最近听到一个新的词汇 不知何意 敢问小姐可否解答 王爷谬赞 请王爷赐教 本王想问 娘炮为何意 请恕小女才书学浅 实在不知此词为何意 小姐不曾听过 不曾听过 不曾听过 哈哈 哈哈 哈哈